肖战自从遇到杨子后就变得双标起来 因为经历过数字事件 肖战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大男孩逐渐变得成熟稳重起来 在和女明星合作时也是保持礼貌的距离 生怕会被外界过度解读 给彼此带来不好的影响 但自从拍摄了余生后 肖战对杨子很不一样 在片场的时候肖战和杨子打打闹闹太欢乐了 两人不仅共用一副耳机在杨子被太阳晒时 肖战不仅用手给他挡太阳 还主动接过雨伞给杨子遮阳 这一幕幕太让人心动了 而杨子也会照顾肖战 在肖战拍戏遇到困难时 主动给肖战加油比心 把肖战逗得笑不拢嘴 剧群演透露肖战私底下和杨子的关系很好 肖战会叫杨子迷你 而杨子叫肖战战战 不仅如此肖战还多次在公共场合叫杨子奥 虽然期待许久的余生夫妇同况未能在这次活动实现 但是这一次战戈也是依旧的很有 身穿GLCCI的特别系列紫色西装亮相 成为了当晚大多数的深色系列中的一抹最特别的紫色 其实余生请多指教完结了这么久 如今热播的剧中 但凡是有感情系的CP都会在剧外有直播连麦 互动或是合体宣传等等 而余生夫妇作为今年大热的CP中最特殊的一对 既没有合体连麦就更别说合体营业了 而余生粉能够默默坚持到如今 也是凭借着对梁小芝的美好期望 其实在剧开播之前 两人的互动是那样的大方和自然 曾经因为数字事件的爆发 姊妹也是在战戈最艰难时期公开支持 让战戈那时候深知复杂的娱乐圈还有难得的真情所在 所以两人无论在头条盛典上大方的聊天 还是说在去年的微博之夜上为姊妹集群摆 梁小芝的情谊是默默且坚不可摧的 那么你期待两人下一次在晚会上的同况吗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